大家好,我们今天又到了作业点评的时间 我们今天呢看的是一个专科生同学的作业 那我觉得这个作业它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是很多跟我聊过的同学觉得自己学校不行 或者觉得自己学历差 然后呢就觉得好像我的这个设计能力差也是理所应当了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单纯从这些图者来看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是什么学历的人 对吧,而且呢他这里面做的都很细致 包括呢构图啊,还有这种框景啊,这种设计 我觉得都是作为一个设计师 优秀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前提 特别呢你可以看一下 比方说他前期草头阶段 对吧,手绘也是足够过硬啊 设计呢也有一些有趣的地方跟亮点 而且呢这里面他还大量使用一些英文啊 虽然很简单 但是能看出来他其实是想把自己的东西能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你们可能有些同学学校或学历不高 但是呢这不能是你这个学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我希望呢通过这个作业能告诉大家 这个这个其实学习的话 只要你花时间都能获得一个不错的效果 好吧,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,我们下期再见